大家好 今天做雞翼 不過 今天去超市 竟然買不到雞翼 雞翼被人買了 剩下雞翠 先解凍 再加多一點鹽 攪拌一下 攪拌十分鐘左右 我也是看 Youtube 有個師傅教的 我師傅很厲害 經常做雞翼 我就跟他做 沒有走雞翼 現在把雞翼 另外我今天會做 牛油薑溶雞翼 牛油蒜溶雞翼 牛油蒜溶雞翼 薑溶雞翼 我相信你們未吃過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試的 之前我試過 我覺得很好吃 平常我們蒸雞 都喜歡蘸薑溶 很配合的 很好吃 煎雞翼可能也很配 我自己試過 覺得很好吃 最緊要是鄰居人喜歡吃 我會再做 所以這次是拍了一段影片 你看我的薑蓉好像現在的薑粒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留起來 待會回鍋用 這些雞翼我剛才用很多鹽拿了10分鐘 然後清洗血水 把血液印乾 把血液印乾一點 現在我會醃它 我醃雞翼用很少調味的 就是鹽了 我用400克雞翼 一茶匙鹽 因為我今天用的是薑蓉雞翼 所以不用加其他香料 不用加其他材料 就醃了 就是這樣 今天的雞翼我會排在焗爐上 丁 很難煎熟 要滾來滾去滾來滾去 除非開大鑊油炸 不然我都攪不攏 全部排下去 放入爐上 丁它 高火丁 多少分鐘 不知道的 到差不多可以打開烤爐看看 雞翼翼 放入爐爐 高火 就這樣拌 中途要看看 我的雞翼已經熟熟了 我的醬汁倒走 我家裡的比較喜歡乾 如果你喜歡不太乾 可以留一些醬汁 最後我回鑊 先加少許油 先把薑蓉爆開 先把薑蓉爆開 因為如果只用牛油爆開 就很容易焦 爆至自己覺得差不多可以了 你聞到很香 放一小片牛油 放入鑊肉 然後加入雞翼翼 放入鑊肉 再加少許油 放入鑊肉 然後放入鑊肉 放入鑊肉 放入鑊肉 先把鑊肉吃得太香 因為它們沒有煎焦 現在擠一擠 把它放入鑊肉 和那個薑 鸡汁和牛油 味道吸收到鸡翅 如果不像我那樣喜歡乾的 就把醬汁倒進去 蓋上蓋上蓋上 這樣薑的味道就會被迫進去 但我家中喜歡吃乾身 所以會這樣乾煎 上碟了 真的香到不得了 蔥我剛才撒上去 過來拍照用 不放蔥不會影響味道 拿一瓶啤酒來吧 金瓶啤酒來喝 你會不會被人家補充 不便利 你會被人家補充 不給你 1999年